好 綠營的動員 輕鳥抗議國會改革 結果昨天主辦單位就統計說 現場的人數稀稀落落 只剩下8000個人 對此立委牛許婷 他就直言說 輕鳥動員的力度 已經明顯消退了 最新現場狀況 交給記者陳友 回到現場 我們今天邀請到立委牛許婷 來到了現場 委員早安 大家早安 所以委員 看起來應該還是有睡飽吧 可以啦 真的有夠早 5點48分 可能大家看到 已經是7 8點的時候 但我們還是要來談 在昨天整個輕鳥的行動 在現場主辦單位 最後是喊出8000人 我想問這個數字 到底怎麼來的 明明大家如果去看 那個中天直播 最後要散場之前 他們舞台前面 很多紅色的椅子 根本沒有坐滿 居然還有8000人 昨天好像觀看直播人數 最多的就是你們台 因為你們有那個全景圖 然後大家就會看 這個人數有兩種算法 一種是現場人數 一種是今日參與人次 就是有進進出出 只要有進到現場就算一次 也是一種算法 為了維持活動的士氣 他就灌灌水 我覺得這個未可厚非 但是把這個問題拉開來看 就是說你連續搞三天 然後想像中會四面楚歌對不對 然後實際上其實本來就沒有這麼簡單 因為不管 這不是針對這場活動 是各式各樣運動都有動員能量的一個問題 還有這個參與他這個活動的新鮮感 跟正當性跟號召力的問題 那這些事情在國會改革這個法案裡面 基本上這個不太存在 也就是說這個當法案審查 經過了5月17那天的激情之後 他的溫度就是慢慢在降溫的一個狀態 那也沒有新的東西 那再加上就是說 本來最早的資訊流 是只有對民進黨有利的資訊 所以大家就覺得說 好像真的是這麼一回事 可是隨著國民黨也好 民眾黨也好 開始發動論述的攻勢 這個資訊的狀態就是被平衡了 所以當你再去不管是外面的人 再去看這件事情 然後看到正反病程的意見 或者說甚至第一天有來參加 前幾天有來參加的人 再回頭去冷靜下來去看 然後你也會發現 其實好像事情不是他想像的那樣 所以加上運動本身的動員能量在消散 所以整個就 氣勢上他就可能就不如 這個之前在審查的時候 這麼氣勢磅礡 那就這樣吧 反而是我們這邊 今天因為是終局之戰 所以實在是基層的鄉親都很熱情 都很希望就是說 有一個機會也來吶喊助威 就是說不要輸讓他們輸定 就一定也要來幫我們加油打起 所以那個 當然就我們各地都有問一下大家意見 然後報名都很踴躍 所以反而是我們這邊敘事待發 今天搞不好會滿熱鬧的 所以我覺得民主本來就是這樣 大家都有不同的意見 國民黨民進黨民眾黨 各自代表不同的民意 但像政治性的法案 像國會改革這樣重要的法案 爭鋒相對意見不同的時候怎麼辦 就屬人頭 就這麼簡單 大家代表的意見不一樣 那就是比誰是多數誰是少數 我昨天在質詢卓榮泰院長的時候 講得很清楚 不管是以台灣立法院的新民意 現在的國會結構跟國會的數量 或者是最近幾次的民意調查 針對國會改革的內容 同意都大於不同意 那是不是回到賴總統這個批示的 這個少數服從多數 這樣的民主風範來結束這件事 但賴總統應該也不是這麼想 賴總統就是要他們 如果表決可以輸但論述不能輸 可是現在看起來 當藍白一起加入這種論述的話 我看整個風向已經被擬轉了 所以你會看到 過去這邊喊十萬人的青鳥 怎麼現在只剩下八千人 那委員 我們想問一下 就是基層 藍營的基層 這些藍營們 他們有多麼樣子的熱情 想要來參加這一場的 這樣的一個 算是一個支持的活動 基本上是我記得我們最早討論說 有聽到說有接到陸權 然後確定要辦活動 應該是在今天禮拜五對不對 上個禮拜五吧 對 上個禮拜五的黨團大會 那時候大家就希望低調 因為不希望就是說 好像又是什麼大動員或什麼之類的 所以叫我們低調 低調的時候 剛好那天就回選區 回服務處就跟他們討論 就說那我們就問一下大家意見 結果很快 大家就說來還好 就是以前我們自己打選戰有沒有 辦肇事好歹都要辦點動員有沒有 都還...就是都還沒那麼輕鬆這樣 那在之前就是法案在審查過程中 大家高度關注的時候 我們在地方去跑行程或什麼的時候 那地方哥哥姐姐們都還會講說 我們恨不得去幫你打架這樣 就是覺得... 就覺得看民進黨一邊這樣 然後好像都變一言堂這樣 他們其實是覺得很不公平的 我就說大家冷靜 我們策略就是先讓法案過關 真的需要大家的時候一定講 所以你就想 其實從那個時候 我們的能量是累積 然後論述增加 對 那你今天有一天 這我跟幾個同事聊 大家有時候是... 我們大家都打頭門久了 所以說就這樣 因為前一次 其實國民黨在外頭是有打舞台 那我們中天也在現場 但卻行為沒有動員 所以人就滿少的 然後還被一些綠營在看笑話 但是今天看起來 應該是滿多這種藍營的支持者 會願意站出來相挺的 上次那個人少的狀況是 第一個是因為陸權是臨時用強 第二個是 他不只是沒有動員這件事情 甚至是有意的 降低這件事情的複雜性 所以是連宣傳都沒宣傳 因為你看 少人大概兩種模式 第一個叫宣傳 也就是強力放鬆說 什麼時候有什麼活動 拜託大家來 那就是自主前來 那另外一個就是動員 就是每個人有多少的額度 然後請大家 其實也是請大家去做宣傳 對不對 那上一次的那一場 就是人比較少那一場是 既沒有動員也沒有宣傳 因為你那個東西很倉促 第二個你不能在沒有準備的情況下 發動事情 然後加上他們那時候氣勢正好 我們那時候最重要的工作 是把論述跟資訊平衡過來 所以那時候的重點不是在人場 但今天就不一樣 對 是那我們最後也想問 其實柯建銘昨天有在Trade上面發文 他說行政院提出覆議案的理由 真的是無懈可擊 可以名流立法院侵蝕 但他也認了說今天這個覆議案 應該是不會通過 可是也市警說這應該不會是最後一戰 那我們就是想說你所謂的無懈可擊 但你又認了這個覆議案不會過 他最近他越來越戲劇化 覺得這個奇怪的 這個前輩就不知道在興奮什麼 他用的那個形容詞都非常華麗 而且非常誇張之類的 不知道在想什麼 浮誇啦 對真的很浮誇啦 那無懈可擊 可是我覺得以這兩天 全院委員會開會答選的內容 好像不是這樣 就是不要講說 完全就是電報佐東泰院長 但是我至少覺得 他也沒有淘到任何便宜 大家不管從個案也好 或是從通案也好 去做議事 就把 其實大家都把它講很清楚 所以這哪裡是無懈可擊 簡直就是漏洞百出 因為這好幾個我們的委員 都把 都舉出了具體的例子 推翻了行政院的論述 所以我覺得柯總召 可能活在他自己的同文層裡面 活得就是取暖取得很高興 不過他講說 不會只有這個一次 這是確定的 因為我們大概知道 原住民的禁法補償條例 聽說是今天要提服役 聽說行政院今天要提服役 那你看 這政治性的法案針鋒相對就算了 這是一個立場的表達 但是禁法補償條例 是一個對原住民的公平正義 也是一個跟這個相對的經濟弱勢的 一個補償的法案 它是一個民生的法案 你如果連民生的法案 你也要提服役的話 那我們實在很懷疑 你這個賴清德政府上台 是真的想要來做事的 還是想要來惡鬥的 是 好 我們今天非常謝謝 小龍貴的寶貴時間 謝謝委員 委員加油 等一下加油 好 救護手 你只要擺POSE 對 我要繼續做委 好啦 我們可以看到 那當然今天呢 在公平黨立委們 現在已經陸續的 都抵達到了現場 為了就是今天 副議案的投票要順利 那麼當然今天來 藍營也會來動員 那麼就是希望呢 把過去沒有辦法 宣洩的情緒 在今天呢希望能夠 在立法院一致的宣洩出來 謝謝各位最新 文創經典商品 618狂歡節 一起來快點購 線上歡慶 享受絕佳的購物體驗吧